老闆的老闆 你要促成市议会的公厅会 这才是你最重要的责任 不然你的爱心 你要透过后段的再去检查前段 那当然都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前段是一个意见的凝聚 决策之前的参考 那是关键 那预算跟决算是 这个决定了以后才编预算 这个决定了以后 把钱用了没有决算才去跟进 这等于三道手续 不是一次解决 这个三道 就是你钱还没有 你审计怎么可以去检查他 当然是用完 有没有缺点你才检查他 这个有层次的 也就是说他在做决策之前 就是发包BOT之前 这个部分大家没有去做他 不是 我现在说的是 我们好奇宝宝 是以公民记者的角度 现在是报导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你不仅报导问题 你还在发现问题 那只要发现问题的话 就是变成假设广池要发包之前 就要逼着你是一个好奇宝宝的个人公民 你就要逼着市议会 你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 是你的伙计啊 他要来办公厅会 关心这个广池BOT到底适不适当 好或不好 如同下样说的 这有没有符合一般的条例 一般的出餐条例 有没有符合地方的人民的需求 有没有照顾到这些当时的老人的年龄 结构财务背景生活状态 来设计这个发包案 假如没有 那当然这个就要 当时就要决定 假设当时我们不做这一套 就是我们全民都放水 过了 过了他当然就过了 就编预算了 编预算的时候 他就开始要做了 就发包 发包的时候 审计就可以追踪 可是发包以后 他有开始盖的时候 那照审计就一年一年 按年度去追踪 所以他有层次 假如第一关失守 第二关去补救 就会很多很懊恼 第三关就会造成 怎么会这样 就会造成不懂层次的 这个遗憾 因为行政本来 它是连绝性 可是它有断卡 就如同你的路线 一段一段一段 一段这般的解决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接着你刚刚的问题 不要断 就是说你刚刚说 那个在发包之前 我们就要来做 这样一个公庆会 现在正好 在8月22号 23号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 主动的提出 这个广资BOT案 就是坎咖 跟它解除这个 跟这个开发商 博德公司 解除这个 这个合约 这个契约解除了 那可是 我们看到 博德公司 尤其是昨天 昨天我们去 昨天是8月30号 我们去高等行政法院 去做第二次的开庭 那我们的开庭 是什么事情呢 是因为它当时 在拆房子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个公民诉讼告知函 可是告知函 我们发出去了以后 政府回函说 它一切合法 没有事 所以我们才 采取了这个诉讼 行政诉讼的这个手段 那昨天是第二次开庭 那第二次开庭 在开庭的时候 那个台北市政府 我们告的是台北市政府 他们委任的这个律师 认为说已经 这个合约已经停止了 所以他们认为不需要 这个诉讼案 不需要再继续 可是正好 我们这个 不是我们 就是那个 开发商博德公司 也请了两个律师 也坐在我们的被告的对方 他就说这两个律师就说 他们不认为说 这个只是台北市政府 片面的这个终止契约 他们认为这个契约还是存在 关系还是存在 所以他们不认为 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们就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不赞成 这个契约终止 所以他们认为要再 那这样的话 你本身逻辑本身在 你们这个团体 不赞别人 你们本身是 第一个 你依据这个解约 是台北市政府发出的 那你们反而去告台北市政府 这个是基本上第一个逻辑 不是不是 解约是前两三天的 但前一个礼拜 他已经解约了 你去告他 我们之前就告了 之前就告 之前很久就告了 好就是这样 那现在因为市政府 跟这个建商他有合约 他解约是一件事情 建商他可以依据 他可以提行政诉讼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约定的情形 到底片面解约 他们线上说的是对的 到现在目前还是片面 所以还在揪打官司之中 那你们是直接在 8月23日之前 去告台北市政府 就我们之前很特别 好那这两件事情 对是两件事情 好 这样 对 对 对